上的佛果 这个才叫圆满的完整菩提心 很多人只有第一个 表示你的菩提心不圆满 不是说做善事就是菩提心 善心是善果 是三善道 所以注意听 很多新加坡的联友误以为 做善事就是菩提心 答案是错的 因为你连菩提心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论在家出家 一年两年十年 你都要常常思维 所以要一切的众生 跟无上的佛果 所以假如你有这样的心 听好 你为了要帮助一切的众生 希望我早日成佛 也度一切众生成佛 你再打坐 那你这个打坐就是菩萨行 你现在有菩提心 念普贤行愿品 你光念普贤行愿品 就是无量的菩萨行 你不要在乎外在人讲 还要你们佛教徒都念经啊 打坐好像对社会没什么贡献 不用管那些人 那些人搞不清楚佛法的 你做你该做的 你等到证悟的时候 他就会对你有恭敬的 假如我们佛教徒 连菩提心都搞不清楚 你的行为也不好的话 那只有什么 比跟外面做的 谁做的多啊 问题菩提心不是说 做的多就是菩萨 是你要真正发清静的出离心 菩提心为了帮助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为了帮助一切的众生 镇住无上的佛果 了悟你的心性 所以你今天才来听经嘛 不然我们来这里跟什么 晚上去看电影 不是去shopping更好吗 是不是呢 所以请看幻灯片 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看下面 一项专念阿弥陀佛 以观念法门来讲 我先把它打出来 因为有些脸有可能会抄 好 有人解释一项专念 就有很多的意思 就只要念一本经 这样的讲法 要很小心 也很谨慎 请看 在依中国的观念法门里面 应该是善导大师的观念法门吧 他说第一个 废舍于行 专利念佛 这就是一般 我前面讲的专修专宏 为什么要专 因为我们凡夫 不论在家出家 你的时间跟体力 都耗掉了工作 以及都在照顾家人 所以你真正有时间 体力能修饰的时间很少 所以我们的心都是很散乱的 所以当你有仅有了时间体力的话 举一个例子 在学校里面 假如你修十门科 跟修一门科 请问哪一个会比较容易毕业 当然是一门科啊 你修十个 这里念一点 那一念一点 那一点 人就是二十四小时嘛 那时间体力就很有限啊 所以你把你全部的精神 做一装饰的话 那你就可以很高的成就 比如说全世界有很多 very professional的这个摄影师 或是非常professional的 the art designer 或是呢 建筑工程师 或电脑工程师 他就是专心的装饰啊 所以他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利益 或全世界的奖 所以可见 专是很重要 专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峙你的散乱心 还有你的贪心 你想东抓西抓 东抓西抓 东抓西抓 为了对峙你这样的心 所以告诉你凡夫说 好好的专心地念阿弥陀佛 这是很好的 这是一向专念的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页译词 请看 念佛为正业 余行为住业 这就是前面讲的正住双修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除了念佛之外 其实每一个人也都念咒 举个例子 各位都念大悲咒 也都念往生咒 其实告诉各位连友 在座我也知道 有一半的连友 很不喜欢金刚称 其实那是你的错解 你不了解 没有一个人不修密宗的 你自己也修 大悲神咒 准提神咒 往生咒 不是都是咒吗 愣言咒 都是咒啊 都是无上的密法 只是你的心啊 阿弥陀佛 不要说好了 免得得罪人 只是你的心 遇不到善知识 教你好的 所以正住双修 是说以念佛为主 你可以念咒 也可以拜灿 也可以诵经 也可以做善行 一切的余行 都可以帮助你 我前面比喻过 弘一大师 就是正住双修 主修极乐净土 他也念药师法门 也弘扬地藏经 他也弘扬华严经 也弘扬戒律 你看 他一样欲知实质了 所以念药师咒 也是可以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 第三个 念佛为正行 诸行为旁行 就像诸法轮修 因为佛教徒里面 没有一个人不拜 徒念佛之外 没有一个人不礼拜 坐愿 回向 而且比方说 汉地人都会念准提咒 往生咒 大悲咒 或念心经 或念金刚经 这些通通 也都可以 彭为你往生的资粮 所以注意听 往生极乐世界 是你的信愿心 那个方向不要改 而不是说你念哪一部经 每一部经都可以 只要是佛说的大秤经典 都可以去极乐净土 当然假如你很喜欢念 无量寿经 那当然也很好 像我苦口婆心 从2003年 一直到现在劝大家念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也很好啊 法华经也可以往生啊 维摩接经也可以往生啊 所以 你希望的理解 是要圆满的知见 好 接下来一项专念 还有一个重要的 好 我全部抄出来 这一段很重要 抱歉 我当时在打讲义的时候 要找这一段经文 我找了很久 找不到 最近我找到了 好 请看 清朝有一个彭继清老居士 他是在家居士受菩萨界 黄念族老居士非常赞叹他 他有写了一篇书 叫《无量寿经起信论》 我先念一遍 待会我会白话解释 一个一个只讲 这个很重要 行者寄发菩提心 当修菩萨行 于是顿号出世间 所有一切的善 乃至无边的功德 习以身心 自成心 回向极乐 亦得名为 一向专念 不必气舍百为 乃名为专念 以佛性 骗一切处 有气 有舍 有气有舍 不明为 真实念佛 真实是我加进去的 好 请看 欢灯片 行者 一个修行人 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要发无上的菩提心 发了无上菩提心以后 你就要修菩萨的六度波罗蜜 对于世间跟初世间 这是古汉文 世顿号 它是世间 以及初世间 世间简单地讲 就像你在世间工作 初世间 比如说你在佛门修行 世间跟初世间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有人说 谜的时候就是世间 悟的时候就是初世间 当然也很好 这从六祖谈经 或般若体系 简单地讲 在这里讲 你的烦恼 跟五欲六成染灼 这个就叫世间 你离开烦恼 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在什么场合 这个就叫初世间 了解吗 所有一切的善心 善行乃至无边的功德 比方说你今天在新加坡 经过马路的时候 牵一个老太太走过去 或新加坡礼拜天 送一个便当给老人 或老人安养愿 你所有的善行 都可以回向极乐世界的 乃至你今天为老公 跟太太跟小孩 煮饭的功德 也可以回向极乐世界 插播一下 我记得有些老婆萨 或者太太很不喜欢煮饭 就觉得 我嫁给你就是冤亲在主 我每天煮饭给你吃 很不甘心 下了班就会 其实你应该换个心 你要想 我煮饭给我的老公 未来佛 我煮饭给他应该很高兴的 小孩子煮饭给他 听啊 因为你的念头不同 所以功德就不一样 煮饭也是一个功德 为什么 不然出家的人 为什么在丛林里面呢 要被训练 要煮好几百个人的饭呢 在法会的时候 甚至要煮好几千人的饭呢 那请问你们呢 做法会的时候 你们听经的时候 那请问宽进念佛堂 福房里面所有的大菩萨煮饭 有没有功德呢 有很大的功德啊 因为它是生起欢喜的心 帮助你们听经文法的 所以所有的功德 以及无边的善行都可以用身心 真诚回向心 念佛而发愿回向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一向专念 这个解释非常非常的好 很了不起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我走到哪里也都讲这一段经文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时代的人越来越忙 你要加拉专心要到寺庙 送经念佛才修行 才可以去极乐世界的话 那全世界人都没希望了 希望的人很少 未来的人会越来越忙 忙到呢 佛经还有说 未来的众生忙到 想进庙里啊 都没有时间 很可怜 众生呢 佛经里面有写说 未来的众生忙到 经过庙里 哎呀我很想去拜一下观世音菩萨 待会再说吧 我还有事情 结果呢 他断气的时候 一辈子都没有经过庙里 你看未来的众生多可怜 所以 好 这里有个重点 下面看 不必弃百为 百为就是各种的行为 不用说要丢掉这个丢掉那个 然后呢 才叫做真正的专心修行 有很多老菩萨也问我说 师父啊 我是不是赶快呢 晚年要出家 我好好专专修行啊 我说你那个不叫出家 那叫搬家 修行现在就可以修啊 为什么要到晚年呢 晚年的时候 你没有体力啦 你也听不到佛法 是不是 有人说啊 我修行啊 明年再说 明年再说 等哪一天明年呢 明年还活着 在不在 都不知道的 所以不必要丢掉所有的东西 才叫做修行 因为所有的东西 当下的人事物境界 只要你抓到方法 控制自己的念头 都可以叫做一向专念 所以念佛法门书 甚至因为 他在任何的场车 都可以念 厕所也可以念佛 但不要出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上厕所 以中医的角度来讲 出声音是伤气的 那我问你 你在厕所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万一阿弥陀佛出现 你怎么办 哎呦 对不起啊 阿弥陀佛也修白骨观的啊 那万一你请问 有很多老菩萨 那我的住的房间 跟浴室可不可以念 当然要念 很多老人家 都在浴室里跌倒 那你万一跌倒的时候 你忘记了阿弥陀佛 怎么办 哪里片一切处 都有佛法 重点是在你的恭敬心 所以这里讲 以为佛性是片一切处的 哪里都有佛性 哪里都有佛法 那因为凡夫没有恭敬心 所以道公主 你进到大殿的时候啊 你要恭敬啊 其实呢 你在哪里啊 你坐公车的时候啊 对不对 或是你做坏事的时候 阿弥陀佛都知道啊 你骗不了佛菩萨的 因为佛性是片一切处 下面讲 有气有舍 不明为真实念佛 因为念佛是念无量觉 他不用说 我一定要取这个 舍那个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天太激动了 不用那个 取这个 或舍那个 因为取这个 跟舍那个的话 你的念头是落在两边的 这个不叫真正的念佛 这个不叫做自信弥陀 所以 这边有两个重点 我要讲 第一 所有的善法 要透过念佛与回向 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个善行 注意听 善心是三善道 恶心是三恶道 我现在做了善行 比如说我今天做义工 很高兴 我送便当 我回来很欢喜 听好这是善法 但回到家 你至少要念108去 108升的佛号 因为念佛才会把善行 转为静行 静行才是往生极乐的净土 我再讲一遍 善行要透过念佛 才会把善念转成为静念 清静的念 发愿回向才是净土的因 所以你孝顺爸爸妈妈 也是你的善行 要念佛 你孝顺的功德 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你帮老板很认真的做工 你尽忠职守 你是一个很好的员工 你这员工的功德 也可以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要念佛 对不对 我今天印经 奖经 流通法宝 我来供修诵经 接下来你们有魏塞节 有欲佛 所有的功德很好 要加上念佛 发愿回向 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不用舍 所有的东西 选一样的东西 才叫做一向专念 一向专念的意义是非常广大的 举一个例子 我常常说的 就像百川会归于大海 所有的肮脏的河流 干净的河流 大的小的河流 都可以最后流到大海里面 阿弥陀佛的大愿望 就像弥陀佛的大愿望 就像大海一样 大海不会说 新加坡流的河流可以流进来 马来西亚的不可以进来 这干净的可以进来 不干净的不会进来 不会 大海会说 所有的河流都可以流进大海 这个才叫做弥陀佛大愿望 很多人把这一向专念说 只解释为一步经 其实那不太正确 严格说 我不能说错 或许他看到善巧方便 举一个例子好了 假如我今天 现在回到台湾 经过市场 看到一个阿公跟阿嬷说 师父啊 我要修情怎么办 那我只好教他一向专念 念阿弥陀佛 我宁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他没办法来丁经 他要工作 他很辛苦 对不对 他也不欢喜要吃素 那我只好叫他 一心一意地念一个佛号 所以 专修专宏是很殊胜的 有时候是善知识 对某一类众生的 善巧方便说 但专修专宏 不可以解释为 我只读一部经 那我其他都不要 那这样灭正法 正法就是这样灭的 假如其他经都不要的话 那释迦牟尼佛干嘛要讲呢 这是我很真心的话跟各位讲 好 就讲到这个段落 上辈者 请看 经文 请看五十七页 好 第二十三行 好 我解决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告诉你 在家居士也可以上辈往生 就是说 发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是要有一切众生 跟无上的佛果 第二要一向专念 一向专念是指你所有的功德 都朝着一个方向 而发愿回向求生净土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第五十七页 第二十四行 坐沙门 刚才说 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行六波罗蜜 上辈往生的 大部分是出家众比较多 在家居士也可以往生 待会会解释 做一个出家人 就不当亏损经界 要严守出家人应该借的戒律 慈心 精进 对一切众生要慈心 不要常常的称怒 更不可以呢 私底下与女人交通 这里女人交通 讲白点就是做爱 这样的话 你的戒体就破了 那现在有个问题 很多在家居士说 看到不如法的出家众怎么办 不要讲话 他有他的因果 在家居士里面呢 不需要去讲出家人的过失 因为菩萨界里面是讲 不说四众过 除非你跟这位出家师父非常好 是以朋友的立场 而劝他 这样可以 但是不要公开挑战 或毁谤诸家人 那末法时代 注意听 佛也曾经说 我的正法 末法 向法 末法时代 出家人呢 会越来越复杂 好的出家人有 坏的出家人也不少 佛在世的时候 魔曾经出现 要破坏佛法 佛呢就说 我 法是不生不灭的 你是破坏不了 摩王呢 就对释迦摩尼佛说 嘿嘿嘿嘿嘿 没错 我现在破坏不了 等你灭度以后呢 到末法时代 我就叫我的 摩子摩孙 通通都出家 穿你的衣服 吃你的饭 可是心不行 你如来的道 所以很不幸 佛就流眼泪了 这两个故事 都是在佛经里写的 所以可见 末法时代 有很多好的出家人 但也有很多 不如法的出家人 所以作为出家人 自己要谨慎 假如你是一个 不如法的出家人 身穿如来的袈裟 吃如来 众生供养你的饭 心你却不严守戒律 也不精进修行的话 那将来你会到地狱 万岁万万岁 都生生世世受苦 这是对出家人的警惕 作为在家居士呢 看到出家人 不如法的时候 不要讲话 你选择远离这位善知识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 修行人 不论在家出家 都有如法跟不如法的 所以不要因为呢 一个不好的例子 就否定所有人 举一个例子 不要紧 新加坡 据我们台湾 台湾有很多很多的老师 有时候老师也会很不信的呢 因为烦恼现前 或恶友现前 就发生了性骚扰 最后被学生告了 告了又怎么办 当然这个老师要被惩罚 可是你不能说 因为一个老师啊 被告了 那全国的老师都撤销 那会天下大乱的啊 那全国的学生 全台湾都要上课啊 好的老师还是很多的 所以任何的宗教 任何的人呢 只要有人都不圆满 所以出家中里面 也会有越来越多 不灵理不如法的出家人 那各位在家居士 要用佛法去判断 西藏的人伯切里面 有很多很好的上师 但也有很多是假的上师 所以你要谨慎选择 假如他告诉你是违反 五戒十善的话 那绝对是假的上师多 所以你就默然而要远离 第二个 先看一下 慈心清静 真正的出家人 是教人家佛法 而不会去控制徒弟 出家人是教佛法 是跟你教佛法 作为清静的道友 有一个连友 曾经问我一个问题 师父 听说师父也会变我们的冤亲在主 我听了这一跳吓一跳 还好我心脏很好 答案这是邪见 师父怎么会变你的冤亲在主 假如师父是你的冤亲在主 那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你干嘛归依出家人 出家人在做的 只要依佛的戒法 受戒 真正的出家人 我不是说假的出家人 真正的出家人的话 他这个形象是三宝 是值得你归依跟礼敬的对象 所以出家人怎么会做你的冤亲在主呢 除非 注意听 你的心 用不清静的心染着这个出家人 那这个染着的心 会变你的冤亲在主 新红法师总不会变你的冤亲在主吧 阿弥陀佛 但是假如我是男居士 举一个例子 不要介意 一个女居士又是单身 你崇拜我也崇拜我的法 你把我当老公的话 那你的恶念会变你的冤亲在主 邪念会变你的冤亲在主 不是我变成你的冤亲在主 了解吗 我还没有这么大的魅力的 所以听闻佛法真的要思维 所以做好一个出家人 听好用法来帮助众生 你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跟联友 但出家人跟在家人最好还是有个距离 为什么呢 因为出家人如果跟在家人太靠近的话 在家人靠近你以后会发觉 这个师父也会放屁 那个师父呢 衣服不庄严 这个师父脾气很不好 慢慢他就会失去对三宝的恭敬心 那出家人帮助众生是以法帮助他 而不是到处去攀缘 拉信徒跟拉功德主 所以出家人不会去控制在家居士 我听到有一些的居士或有一些上师 有一些的法师或有一些上师 动不动用三昧爷界或是菩萨界去要求说 你在家居士就这样 其实他自己讲的那一刹那 他就破了菩萨界的 菩萨是永远不舍众生 菩萨也永远不伤害众生的 怎么会有出家人要用脑筋去控制在家居士呢 各位真的要动脑筋啊 不要说看到末法时代 哇 这个信徒很多 庙很大 法会几千人就是正法 未必 佛说末法时代啊 真正的正法三知识是越来越少的 甚至正法的三知识你也很难判断的 所以好的出家人我们要顶礼恭敬 我们也要赞叹护持的心 假如他是不如理不如法的出家人 不要讲话 选择远离 他自己有自己的果报 我只能讲到这里 接下来再看经文 所以出家人要摘戒清静 心无所贪慕 真正真心为了了生托死 度众生而发愿修行 求生西方清静 无量佛国土 当置心的念不断绝 这个人呢便于今世求道的时候 他在梦中睡梦之中就会梦见无量寿佛 无量清静佛 及所有的菩萨跟阿罗汉圣众 这是就讲他的殊胜 好 请看 这个上辈往生的就像这样 他可以在虚空当中 所以你真正修好的出家人呢 你可以到虚空 一往生的上辈往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虚空当中自在飞行 而且遍满十方佛国土 所以可见这段结文里面 讲了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持戒很重要 第二 精进很重要 第三个 行菩萨道积功德 第四 真正有菩提心 菩萨界的呢 是会不伤害众生 也不舍弃众生的 好 再看下面 看无意 在五十八页 第四行 佛言何等为三倍 最上第一倍者 当远离家舍妻子 断爱欲 行坐沙门 修无为之道 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 坐沙门不亏经戒 就是你所说的戒法 不亏损 慈心精进 不当称怒 不当与女人交通 而且灾戒清净 心无所贪慕 真诚地发愿 念念要求生极乐世界 这样 常念至心 不断绝者 请看幻灯片 把这两句画起来 常念至心 不断绝者 真正念佛 是要昼夜不可以中断的 但是待会有一个问题 那晚上睡觉怎么办 那没关系 我后面会讲 真正要用功的时候 念佛 比如说你从早到晚 一直念佛念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般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小死一番 你有没有发现 你睡觉的时候呢 你的床滚过来滚过去 这滚过来滚过去 结果枕头掉下来 第二天 我怎么睡在地板上 有些人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可见我们睡觉的时候 古文叫小死一番 你的身心完全地休息 所以你的念头呢 有时候是做不了主 所以睡觉来讲 对修大乘念佛的人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所以为什么打佛七叫 一日一夜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他目的就要突破你 睡眠的障碍 这个是要很大的挑战 接下来再看 其人便于今世求道 自自然然 你有这个愿 你在睡梦当中 或禅定当中 你会见到阿弥陀佛 跟极乐世界 还有诸菩萨众跟阿罗汉 假如你在睡梦当中 曾经见过阿弥陀佛 恭喜你 这辈子 你往生的希望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还没有说一定往生 待会后面还有音 往生的机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假如你这一辈子 梦过阿弥陀佛 我定中见过阿弥陀佛 好 现在来看 万灯片 上辈往生的身份 请问在家居士 可否也可以往生 上辈往生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在经文里面并没有写 经文里面很明显的 都要舍家弃欲而坐沙门 有很多在家居士 看到这段经文就说 哎呀 糟糕了 我没希望了 不见得是这样 你要把很多净土三经 跟很多的经论一起读 答案是在家居士 也可以往生 举一个例子 官无量受佛经理 韦提西夫人呢 他就是在家居士 他是皇后 他没有出家 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故事 平坡梭罗罗 对不对 被他的弟儿子 阿舍王子要杀他 就他的母亲要去劝他 结果他连他妈妈都想杀 最后王公大臣说 不可以 天底下没有一个杀父亲跟杀母亲 而能做国王的 所以就把爸爸妈妈都关起来了 韦提西夫人就提请佛 讲经 最后有官无量受佛经 可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韦提西夫人的的确的正道 八地不动地 无声乏忍的功德 所以在家居士是可以往生的 第二个 不但韦提西夫人如此 他旁边有五百位宫女 一般我们问宫女 比如说 我们觉得很低贱 可是他们呢 听到佛讲经说法 他也升起无上的菩提心 将来佛也授记 他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会获得诸佛 现前三昧 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 报恩论里面说 庐山东陵念佛堂 对不对 会员大师有123位弟子 我上次说过 发愿先去极乐世界的人 要来接后面的人 对不对 我上次讲过这个故事 请看这里 报恩论里面说 刘怡明啊 他在往生之前 定中三次就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很慈悲 用袈裟盖在他身上 头还伸起来 加持他 告诉他 你是上品上身 所以在家居士 也可以上倍往生的 但要非常的用功 精进 精进 再精进 混得太凶的话呢 品位是蛮低的 也有人跟我说笑话 哎呀 师父听你讲经很精彩 不过往生很难 我下品下身去就好啦 那万一掉车尾去不了 怎么办 不要这样想 你应该发广大的怨心 尽心尽力的修持 我刚才有说过 除非你造重罪 重恶业 你临终懺悔 临终才听闻到佛法净土 不然在座的所有的居士 你真正用功 大部分都是中辈往生以上的 你应该有信心 也要有欢喜心 再看 华严谨讲 散财童子五十三餐 回向求生极乐 通通都是有很多的 在家大菩萨 也去极乐世界啦 华严谨的散财童子五十三餐 真正的出家中呢 好像只有七位而已啊 其他都是在家大菩萨啊 所以结论是什么 上品往生啊 心出家比较重要 心出家的在家居士 你也可以证得上辈往生 举一个例子 生出家跟心出家是有差别的 第一个 生心都出家的人最好是谁 释迦牟尼佛 第二个 生出家 但心不太出家 这样不好 这像地藏经讲 生虽出家 心不入道 将来会多地狱的 第三个 像在家居士 你虽然像没有办法出家 可是你像韦提西夫人 对不对 你像佛的平坡苏罗王 很多的在家弟子 对不对 像围魔截居士 他也实现在家佛 所以 你在家 你身没有出家 你的心真正出轮回的家 出烦恼的家 你也有出家的功德 最差的是身心都不出家 继续轮回而受苦的 好 请看下面 翻灯片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右上角是释迦牟尼佛 亲自的说法 左上角 西方三圣 就现前 韦提西夫人在听 光无量寿佛经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的欢喜 就亲自看到了极乐世界 现前 所以他非常的欢喜 他也发愿而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在家居士 就算是女居士 你也可以上品上身 或上辈往生 但是要精进 精进 再精进 接下来再看 你看他 五百位的宫女 听到佛呢 说法 他也亲自看到了极乐世界 现前 他非常的感动 五百位宫女也发愿 这一生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佛也为他授记 将来这五百位宫女 临命中时 一定没有障碍 欢喜往生极乐净土 同时也会获得 诸佛现前三昧 所以你会说 极乐世界很殊胜 有没有人去过 有啊 这么多人啊 只是呢 你都没有读很多的经论 当然就比较少 好 接下来 再讲临终的状况 请看 五十八页 临命中时 请看五十八页 第十四行 此等众生 灵寿中时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经须于间 祭随彼佛 彼佛就是阿弥陀佛 往生其国 便于七宝花中 自然化身 智慧勇猛 神通自在 这是上辈往生的人 他的智慧根性 多生多节修的功德力 所以他智慧很勇猛 而且一往生 以后呢 他就可以飞行在天空 神通自在 这是讲 他临终的状况 好 请看幻灯片 那灵命中时 就有西方接引图 这个是灵命中时 在大乘里最流行的 二十五位菩萨 上次看过这张照片 接下来再看 日本的国宝 一个出家人 上品上身 往生极乐世界 注意看 这张图的正中间 阿弥陀佛是 爆生佛 很大很大 右边有看到 一点一点一点的吗 那个是小小的 阿弥陀佛的化身佛 所以可见 这个人是上品上身 他看到万丈光芒的 阿弥陀佛来接他 而可以看到 阿弥陀佛光中化佛 所以 他是上辈往生 也是上品上身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你除了看 阿弥陀佛亲自来接你 阿弥陀佛也会有化佛 好 现在再来看 那又有一个问题了 师父 往生的时候很好 可是 阿弥陀经不是讲吗 我们念到一心不乱 请问 Q&A 假如我没有念到 一心不乱的功夫 是不是我也可以往生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也问得很好 对不起 我今天不答你们的问题了 因为我觉得 这些问题 比你们问的问题还重要 当然你的问题 我会改天再回答 看 一 旧摩罗舌大师翻译 阿弥陀经的时候 叫做 一日夜 二日夜 三日夜 到七日夜 昼夜念佛 而不中断 所以可见念佛 要日夜不中断 刚开始对我们大家很困难 你们还要上班 所以为什么中国佛教里面 会很流行 打佛期跟打禅期 它目的就是让你日夜的功夫 不要中断 可是阿弥陀经 玄庄大师 跟阿弥陀经 也重译过 对不起 我打错字 玄庄大师 不是玄奘大师 那个字是错的 我按错键 对不起 旧摩罗舌大师翻 阿弥陀经 是一心不乱 是指佛来接你的时候 那玄奘大师 听好 玄奘大师到西天去体经 圣人的时间是很宝贵 他要去体经之前 中国的经论 他都看过 所以阿弥陀经 他要重译 一定表示 他有很多很多 深的意思 没有译出来 不然呢 假如 旧摩罗舌大师 译的是很好的话 那玄庄大师 就不会浪费时间的 可是玄庄大师 在阿弥陀经里面 他再翻译一遍 叫一日夜 二日夜 七日夜 到最后 细念不乱 所以细念不乱 是指你平时的功夫 就像呢 在脱江的野马 在马 在草原上跑 或是呢 一只小狗 你去公园 遛狗 对不对 你不拉着绳子 狗就跑掉了 用狗跟这个马 来比喻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常常到处跑 到处跑 现在呢 把这个心啊 绑起来 绑在佛号上 这个叫 细念不乱 好 注意听 当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放光 照你的那一刹那 你真正是 一心不乱而去的 所以经文两个都没错 一个是指平常的功夫 一个是指 佛放光照你的功夫 我再讲一遍 平常 你就要让你的心 绑在佛号上 比如说你啊 碰到逆境的时候 发生车祸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很不错 你还会念出阿弥陀佛 人家骂你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些老菩萨 人家骂你的时候 要小心啊 你还没我 他佛号不见了 还骂人家 是不好的小孩子 对不对 所以 境界来的时候 我们是常常 让我们的心会乱的 尤其是灵命中的时候 放不下你的家人 再加上身心变化 四大 很痛苦的时候 所以 你灵命中的时候 要提起佛号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你平常都有用功 所以你平常都用功 就像信念不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睡觉的时候 也能够梦到阿弥陀佛 那很好 没有的话 佛号也记得 然后呢 一直到断气的时候 阿弥陀佛佛光 一照你的时候 你真的是一心不乱 踩上莲花 你就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在玄壮大师翻译里面 还有 慈悲加幼 另心不乱 阿弥陀佛跟 观世音菩萨 跟廉池海会的西方三圣 是放光加持你 大慈悲的心 加持你 保佑你的 让你的心是不会乱的 所以你就可以往生净土 这是很重要的 我再重复一遍 细念不乱 是指你平时的功夫 所以你要用功修持 等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的时候 的确是一心不乱而去的 因为一心不乱是因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的相貌 才是三十二相 八十总好 长得一样 它是果 另外在玄庄大师翻译里面 告诉你是 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会加持你 所以真正念佛的时候 是有二十五位 菩萨会保佑你的 阿弥陀佛的大慈心 大悲心 加持你 让你没有障碍 心不颠倒 心不乱 往生净土 所以看下面一张 所以日本为什么雕了一个 叫回首阿弥陀 就是这样 为什么 他接你的手 阿弥陀佛我要回头 看一看 这个有没有跑掉 慈悲加幼 令心不乱 一般要修到一心不乱 是很不容易的 老实说 你如果平常念过功夫 可以念到一心不乱 我定中见过极乐世界 你自己就不会担心的 但是一般不乱 在家出家 业力很重 反锁的事情很多 所以我们的心是很散乱的 所以要你专心的去修一词 这个极乐净土法门 所以你看 灵命中是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接你的时候 他要回头看一下 所以日本叫做回首阿弥陀 另外再看 观世音菩萨 也会常常回头看一看的 这是敦煌的壁画 叫接引传方观世音菩萨 你看 这观世音菩萨 他用船方接引往生极乐世界 右下角是一位 应该我猜是皇后或是公主 他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他一生修识佛法 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 灵命中的时候也会接引他 好 再看一段 今天就讲经告一个段落 请看58页第17行 汉译 其人灵命中时 无量受佛 佛 则与自己与所有的菩萨 跟阿罗汉共同的翻飞行之 佛跟菩萨会飞到你的面前来接你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会看不到佛 一刹那之间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清净佛国土 就在七宝池八功德的水当中 你就会莲花化身 然后慢慢自然地增长 这莲花有八功德的水 你自然受生长大 最后就会变成阿维悦至菩萨 就八地不动地菩萨 一刹那之间你便能够 与所有的大菩萨众 共同地翻飞 在天空中飞 飞到八方上下 无量的佛国世界 你就能够去的 所以上辈往生的人 才能够骗共诸佛 下辈往生的人 刚往生的时候还没有办法 可是上辈往生的人 他就可以供无量诸佛 就可以达到阿弥陀佛的 骗共诸佛院 这时候你会智慧勇猛 乐欢喜听经修行 请非常的欢喜 所以你居住的七宝的房子 都在虚空当中 请把虚空当中画起来 所以我选的图片 是有经文根据的 上辈往生的人都住在虚空当中 正在虚空当中的 起码是出地欢喜地菩萨 所以你的心意自在 你可以满你的愿望 当然十方佛国土都可以飞 当然你就没有障碍 上师说在宝树之间 也可以见到家人 所以你所有的佛国土 都你可以游行自在地 所欲作为 接下来去无量地 亲近佛的地方 靠近他而继续地听闻佛法 好 请看 临终皆隐的 临终放光皆隐 这就是传说 善导大师亲笔画的 临终二十五位菩萨 你看看 中间的都是 报声阿弥陀佛 他的每一间摆好放光 照右下角的一个出家人 他是上品上身的 右上角也有很多很多 小小的佛 那是画佛 那在这阿弥陀佛的 这个二十五位菩萨里面 有两位是现出家下 一个是阿弥陀佛 背后的是地藏王菩萨 阿弥陀佛的背后 还后面有一个光头的 那是阿南尊者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地藏菩萨也在极乐净土 所以阿弥陀佛 跟临终二十五位菩萨 可以来接引你 接下来看 上辈往生的众生 他的房子就在虚空当中 你看云 腾在虚空当中 很自在的 再看他 房子通通也有阿弥陀佛 西方山正的化身 亲自化身礼 到他的房间里 为他说佛法 所以上辈往生的众生 简单地讲 怨心广大 功德力大 度众生力大 还有断烦恼的断正功夫也大 所以他一往生 是上辈往生 所以各位真的要精进 再精进 好 看结论 五十九页 第七行 总结 小结 汇集本说 事故阿难 释迦摩尼佛对阿难尊者说 岂有众生 假如在今生 真正发愿 想要去极乐世界的话 要做下面四庄式 一 要发无上的菩提心 我今天讲得很详细 菩提心是 愿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而且帮助他们 也成就无上的佛果 这个才叫做菩提心 B 负当专念极乐国土的功德 就是你要常常专心 意念佛的功德 包含念佛 观想 你必须要一向专念 C 要积极善根 你要做很多的 不失 持戒 忍入 精进 灾戒 六度功德 D 最后都要发愿回向 应持回向 这样的话 由这四个条件 你就这一身 一定灵命中的时候 可以见佛 那见佛也有很多种 我下次再说 有些是定中见佛 有些是梦中见佛 有些是灵中的时候见佛 有时候是花开的时候 他才见到佛 每个人的功德力深浅不同 但是保证你会见到阿弥陀佛 生到彼极乐世界当中 而且生生世世 有良师亦有好环境修持 你就得到不退转 乃至成就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再看五十九页 第十六行 所以唐义说 事故阿难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愿生极乐世界 想要亲自见到 无量寿佛呢 一样要发无上的菩提心 父当专念极乐国土 积极善根 因此回向 由此见佛 身比国中 得不退转 乃至成就 无上菩提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这是上辈往生 我终于讲完了 关于菩提心 跟一向专念 我也讲得很详细 希望大家好好 回去思维 来看 上品上身 这是观无量寿佛经 图诵里面讲的 上品上身 刚才讲完经文 你看一个出家人 灵命中时 一刹那之间 神世就莲花化身 西方三圣来接他 观世音菩萨拿 金色莲花台 来接他 上品上身 接下来 上品终身 是银色的莲花宝台 西方三圣一定会来接你 不要怀疑 同时来接你 而且上辈往生的人 都会看到 西方三圣光中化佛 无数亿 非常的庄严 上品中相 上品下身的人 也会看到 阿弥陀佛来接你 而且阿弥陀佛还变成 化千尊的佛 每一个佛 就伸出一只手来接你 这表示你上辈往生 这个功德是非常的殊胜的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那我们静坐一下 好 请静坐 第一个 先把心静下来 观想你的 额头前 有一张 有一尊 万德庄严的阿弥陀佛 就像幻灯片一样 你观想阿弥陀佛的 每一间白豪像 先静坐两分钟 我这几次都先教各位 嘴巴不要动 用心念 这有很多的好处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 当然 这个方法用了以后 我过几天 在结束的倒数 一两天的时候 我也会敲目云 大家一起念 那样子的话 你的念力会更强 持迷念佛 出声音念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因为我们人 话多伤气 你一直大声念 大声念的时候 你气会比较弱 那所以会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 举一个例子 在西藏闭关的时候 他是每个人都念自己的 他不用统一的 他先统一 完了以后再来自己 为什么 每个人心的速度 快慢不一样 这有好处 而我们中国 打佛七的时候 都一定要跟着木鱼敲 对不对 这个也是好处 大家不会乱 但是也不一定 执着这个方法 一定不可以变 我记得以前 我教一个老菩萨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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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师父快不行了 要穿起了 要往往往往往 就是他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在吐气 所以他不知道要换气 所以大声念 念久了也是会伤气的 所以有金刚念 所以我这几次 都会先要求你 不要出声 不要动嘴唇 目的是你要用心念 当你这个方法 用的习惯的时候 你如果出了声音的话 口念心听 就会自自射心 你就会很专注在佛号上 而不会像你平常 没有听经文法的时候 嘴巴念归念 可是你的心 还是在跑的 了解吗 所以我没有反对说 出声音的持迷念佛 只先告诉你 先用这样的方法 收射了原来你的念头 这会有他的利益的 好 今天我们念一个另外一个发愿文 请看 希望正法都能够注视 也希望所有的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学道次第 所以请看幻灯片 今天我们念另外一个发愿回向文 是伟大的宗科帕大师 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他写的菩提道次第奇愿文 菩提道次第对新加坡来讲 很重要 我发觉很多的灵友 很想学习佛法 可是都没有真正找到好的善知识 或好的经论 或好的一个宗派 一个一个学 你们都是到处乱乱跑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带你们发愿 愿你跟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修到正确的道次第 这是文殊菩萨亲自加持 伟大的宗科帕大师而写出来的 在皇教给鲁派里面 这篇发愿文是每天都必须念的 一样也可以发愿求生极乐净土 所以请看第五页 请合掌 那因为是第一次念 所以我念一遍 你跟我念一遍 老菩萨们呢 你可以看汉语拼音 好 请合掌 观想自己跟无量的众生一起发愿 希望你生生世世不离佛法身 生生世世不要走错路 而遇到真正的亲近菩提道次第 是这个愿文的意思 好 第五页 我两句是一段 我念一遍 你跟我念一遍 把心定下来 以我九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之良 以我九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之良 未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导师佛世尊 未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导师佛世尊 未成佛前一切身 文书自宗 文书自宗 文书自宁垂射射 最尊佛前一切身 文书自宁垂射射 文书自宁垂射射 静除众生义名于 持佛教法于九远 静除众生义名于 持佛教法于九远 教法圣宝未遍阳 或以遍阳而衰朵 愿于比出心大悲 醒红利乐之宝藏 愿佛菩萨妙事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饶意诸愿谢托者 世尊教行永流传 成就修行善道员 静除人非人为员 成就修行善道员 静除人非人为员 佛所赞叹静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佛所赞叹静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以时法行于圣城 如礼精勤修行祭 以时法行于圣城 如礼精勤修行祭 护法圣众常护持 如海吉祥普时方 最后念第五页的最上面一行 一起念 我此普负诺 我此普贤书盛行 胡编圣福皆慧下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博插 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谢谢大家